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谢谢大家都看 由生活杂志旗下的爱生活网站 为你呈现的正经800日子书直播 这一期冰写是第26集的 我是蓝志峰 这个事例也计超过100万人的观看次数 而创造于1972年的3月3新生活报 已经转型成中刊了 而在网络新生活报 在2016年创业一个网站 那个爱生活 I like post 那么记得要去like和follow 爱生活的Facebook专页 好 今晚的嘉宾是赠助学者刘泽伟博士 我们将和你一起关心和关注 还有讨论三个课题 第一呢 就是外党取向我近的大德论 你是我的假论 第二呢 就是一党pass 就是左右逢源 左拥右抱 这一边呢 是不同 另外一边呢 是资传榜 而第三呢 就是 这个星期也算是相当热的 安华军扎西的谢天空云 所以现在我们先欢迎今晚的嘉宾 吴泽伟 泽伟博士 你好 哈喽 哈喽 资伟博士 你好 OK 好 各位晚上好 各位线上的朋友 大家晚上好 在还没有进行之前呢 要鼓务大家在这个脸书上面去投票 今晚我们问的问题呢就是 安华跟Zahid的谢天空云 有三个点像 No.1 糟糕 没确定了 No.2 正题的这个阴线 这个你搞 你行 我要很 第三呢 是自导自演 所以赶快去脸之下方去投票 好 我们现在先来谈一谈这个 它不属于国内的政治 但是它跟国内政治又有一点关系 说的呢 就是非常目的 在上个星期 有星期五的时候 他又去了中国访问 然后见了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 而且王毅呢 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就是中国的国务委员 那么从中国的这个官场的 他的这个海外区来说 其实国务委员 与部长还要到一级的 OK 那么王毅他有这个身份 外交部长兼国务委员 所以即将跟王毅 在自己交方会谈之后 照明会谈之后呢 就自己去记者会 然后就说了两句中文 第一呢就是我们都自己加入 第二呢就是你是我的大哥 好 神伟博士 刘伯 你怎么看这个东西 他还有一多一个身份王毅 就是 Hishabuddin的大哥 哈哈哈哈 Hishabuddin的大哥 Hishabuddin的大哥 Exactly 这种一个部分都是比他涨 In the sense of 你讲年纪比他涨 你讲做那个外交部的 的 seniority 比他涨 即使你用国家的比都是比他涨 可是同时在政治上我能了解 可以是一个攻击阵底的一个 source 就说你这样想就是贬低马来西亚 老实说我看不到贬低马来西亚那个 第一 当然啦 如果你要很坚持说 有 sovereignty 为了攻击阵底 我能接受 你可以说你在贬低自己国家 可是实际上 有哪一点王毅是他的小弟的呢 年纪也好 私生也好 比国家也好 比什么都好 所以老实说 反而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是个课题的 所以他一定不回应那几天 我在想他是因为在政治上成熟了 他不想回应这些无聊的东西 还是他自己是觉得他自己内疚 反而我是觉得他觉得无聊 因为老实说给我说 这个课题上我没有什么东西要谈 因为我的想法很简单 蛮无聊的 因为一个大哥真的是有这样大的影响 真的是有这样大的改变吗 我不觉得有 因为叫了一声大哥难道会怎样吗 就像比如说某某手下 某某领袖去了别的国家 你都是以称兄道弟来这样称呼的吗 无论是你私底下还是你官方上 之前有一位反对党的应该是议员吧 我忘记是谁了 他说如果你是自飞的 你叫什么都可以 你是官方的你不可以 反而我觉得自飞官方 这个课题上没有分别 因为以中进来讲 我不觉得有问题 即使你看很资深的领袖 但他们遇到一个比他更资深的领袖 也是会这样称呼的 可能分别是哈佛是在 breast conference 称呼 除非他的论述就是 你在breast conference 称呼 跟在私底下见面称呼是不同 所以老实说 这课题上我并没有太多的想法 我的想法只是一个我觉得蛮无聊 可我不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当然如果从政治的角度 成为一个政敌的人 一定是用这个攻击他 我不奇怪 志凤宋到你先 OK 我首先我就先听到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记者会 所以那个时候 中国鲁马拉雅大使馆 跟媒体有个情绪 然后那个事情就在那个情绪里面 所以也讲出来 所以在那个时候 其实媒体还没有真正去报道 所以那个时候 我觉得说 第三问题应该是 没有真正做好 那个讲华语的这个记者 因为其实对政治人物 特别是马来西亚的政治人物 来讲说 我们都是一家人 这一个词题是讲到烂漫的 OK 从几二十年间就已经讲到 我们都是一家人 所以这一个东西 讲起来不会太过难 然后再加上 我的大哥是 就是 他 就算他发言起来 并没有这么误 可以说 他可能并不是在 之前就已经扑盘好了 就是他的这个记者会的一些内容 可能是最后一分钟 或者是临时才把它 拍入在里面 所以他说 这个发言要读起来 并没有这么顿 我们再看了 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凯利 那么凯利他打了这个中国的 Sinovac之后呢 他讲了 16 应该是 20多 24秒的这个中文 他讲的中文当然 凯利是有这个 所以他的中文 基本上说还相当的是一个 咬住 还相当的这个图 反而 一上的讲那几个字 就有点不太 这个 不太简单 我们可以理解 我这里想要表达 这个东西 是事前 已经是扑成好的 这个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它确实它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密集 是被过度的解读 而且在这个课题上呢 华人社会跟马来社会的反应是很不同的 那么在这个课题上 我也遇到这个马来报三 或者这个银行报三 也没有太多这方面的讨论 像我原本还以为 这个特别是在保守的这个 马来社会里面 或者是一些 这个政党的选择里面 就是马来政治选择里面 会有一个谈论 你怎么可以 比较公立的这个 部长教团 他帮不上 你不对 这样 但是奇怪 在马来政治选择里面 或者是马来社会里面 并没有很大的 这方面的这个讨论 反而是 法理社会 不可以反对 所以反对上 还很紧张 因为大体的反对 还是有一个反对的 那么我觉得说 他确实是有一点 呃 过度诠释 有过度诠释 然后有过度的一点 就是应该要回到 就是在关键特别上 马来社会里面 有没有占领立场 特别到国家里面特别的时候 有没有占领立场 有没有从国家里面特别到 比如说特别到 马来社会特别的时候 特别到马来社会领海的时候 然后再比较其他特别的时候 这一个才是 才是衡量 才是评估 外交部长 以及马来社会的 关键时刻 有没有软弱 它这一点才是最关键的 那现在它已经变成了 政治上场 做的一个特别了 所以它 呃 它满足了 它满足了 它满足了我们的这个 浩基金和八卦 那么其实 并没有太大的 实际在联谊 而且还另外一点 就是 在三月尾到四月 开始的时候 四三月就是 四十八号 然后到四月三号的时候 王毅 一共建了四个 东盟的这个外交部长 马来自亚 然后 印尼 呃 北京 还有新加坡 之后呢 还建了韩国的外交部长 所以如果 我们要来 从这个 华社会的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如果从 整个国际局 比如 中文人的竞争 然后从中国 决定 中国想要在这些区域 办法更重要 决定的话 就是更应该看 为什么在转转 这个星期内 中国外交部长 在福建 一口气建了四个 东盟的 国家的这个外交部长 它背后到底有什么密集 它的传绑是什么密集 那么福建在韩国的这个外交部长 那么更早之前呢 它跟中国跟伊兰 建筑的很关键 这个时 可这一些东西呢 都比大哥来的重要 都比大哥更值得我们关注 所以这一点呢 反而是被忽略了 所以我觉得很可惜 其实看来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的想法都是一致 都是 不好听 不要粗俗讲一句 都是无聊的课题 好听讲一句 都是把它太 太夸大了 可能我补充一点是 可能我补充一点是 其实当时 那个记者会 不是 不是 是记者会 当时他讲了 我的大哥之后 王毅有回答 他讲 如果 如果你注意 王毅这个人 他是蛮认真的 在每一个 每一个 每一个 义上 无论跟什么国家 而他至少愿意 回答你是 这代表说 他已经是给脸了 所以我不 反而因为这个原因 我不觉得是 有很大的问题 除非比如说 我的大哥 黄毅的回应 是 他就当着他 或者好像 不理不睬他 可能你觉得 人家不认你 你还讲这样做吗 可能可以发生 但现在人家都回应你了 人家做了他的办 我真的跟 志峰匠一样 真的是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觉得什么大事 可能我们先搞一搞 男主持的 麦吧 我的麦是不要听到吗 听到可是很萌 华哥 建议你 试试不要用 earphone 看会不会也好 现在ok吗 一样 一样 因为我要开到很 最 maximum才听得到 也是小声 你试一试不要用 earphone 因为我这里就明白 现在ok吗 我讲大声一点 现在ok吗 我是ok 我是ok 等他们 你们我帮你看那个 网民那边 来 网民们 请回应 ok吗 现在 ok吗 听到吗 still can't hear 9134 still can't hear 9点13分 呃 still can't hear ok 我再试试看有什么样的 这些方式 不理想 not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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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ok吗 你们好一点 差不多 still variable 听到头都晕声音 太 呃 echo 还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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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ok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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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民们 因为我是听你一个人罢了吗 所以我放到最 maximum 对对对 所以我听了 可是他们听两个的应该是很 这样 还是不ok 还是不ok ok 呃 现在ok吗 现在ok吗 现在好了吗 一样 没什么分别 ok 这样的话 可能 刘伯 你要先帮我挺着一下 可以 没问题 没问题 我就先去第二个课题吧 一档 ok 一档继续左右方 然后我瞧瞧我的这个脉 可以 没问题 好吧 那就讲回伊党的左翼右报吧 从我开始到今天 我都觉得伊党左翼右报是没问题的 我不是说道德上没问题 我是说政治上原因是两方面 因为三个马来政党里面 无论是土团党 巫统 或者伊斯兰党 这两个巫统跟土团党都需要伊斯兰党 所以同时他左翼右报我不会奇怪 其实之前Dajuddin Anduraman说 那个巫统的Election Director 就是说竞选的选举的主任这么棒 之前还开玩笑 因为他的人都知道 他每次做press conference都喜欢开玩笑 其实他讲了一句话 我个人是觉得蛮重点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 都是没有去注重那一点 他开玩笑的说 如果那个议席是巫统的议席 叫巫统对雷土团党的 伊党你不要去插手 你不要去站台 如果那个议席 是不是巫统去竞选的 所以伊斯兰党你要去帮土团站台 你喜欢 其实那个点 我个人是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 一个很炸的formular 可是就是没有人pick up 就是说没有人注重那一点 如果那个formular是成立的话 其实这三个马来政党可以和睦相处 一般般的和睦相处 就是说巫统对雷土团 伊党站外 巫统没有对雷土团的议席 你要怎样帮助你的问题 总是不会disturb到我 不会看交到我的议席 巫统的议席 我就on 所以换一个角度 左拥路报 我不觉得 因为我是讲政治上 我不讲道德上 我不觉得是一个问题 而是对伊党的一个好处 直到巫统的代表大会 报 那时候我真的吓到哈迪阿旺 之后他出了议席说 我们就是跟那个了 我们不跟巫统了 之后段伊党的树立主席出声说 其实那个门还没有关上 反而这个我觉得有两个可能性罢了 第一 其实他们在演戏 就是说 主席支持图团党 副组理主席支持巫统 所以至少 something wrong somewhere 有哪一个政党出现什么问题都好 他们还有一个后路 没有啊 我的熟织都讲 ok 或者 他讲没有啊 我的主席都讲 ok 还有一个后路 那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其实伊党里面的分类 越来越明显了 其实从之前 其实已经至少一两年前了 Duan Ibrahim 你发觉到他的论述 很多都是跟哈迪阿旺不同 哈迪阿旺走的路线比较极端 而Duan Ibrahim 比较不会拉他 比较去中间派 他的论述 但这种我不把它当成分裂 这个不同意见 还没有到一个分裂点 有没有可能到分裂点呢 我个人会觉得不可能 即使到了分裂点都好 还是哈迪阿旺那一派会赢 因为Duan Ibrahim 在巴斯里面 无论你既有好的形象等等 你都是拉不到那群人回来 唯一一个有本事对里哈迪阿旺的 从这么多年10年20年的巴斯政治来看 只是Nick Aziz罗了 Nick Aziz去世过后 哈迪阿旺要还有机会 可是不一定拉得成 直到现在的 spiritual leader 其实我还忘记什么名了 Hashim Yassin还是什么 其实根本是名义上我了 所以换一个角度 整个巴斯都是在哈迪阿旺里面的控制下 所以左拥右拨这个道理 有两个像我还讲 两个可能性 反而我觉得如果巴斯是很政治理智的话 跟他很会玩政治的marketing 政治的strategy的话 他左拥右拨 虽然道德上是不好听 可是实际上在政治上 其实真的可以帮他拉很多票 因为这些其实 巫统可以给他的是什么 我一直说的 巫统可以给他的是票员 土团可以给他的是束缚 哈迪阿旺选土同 我不奇怪 舒服嘛 也会被骂嘛 去巫统大会 我明明一个人坐在那边 还要给你们逼 脸都不给 可是不要忘记 土团给不到你东西 可以 他现在给你官职 全部可以 第15届大选 土团不是身为一个政府的时候 资源也不多 他怎样利用现在有的资源的好 还是有限制 而巫统可以给你的是铁票 巫统跟伊斯兰党这两个党 不能看晓的是 他们有的是铁票 而这些铁票 无论天跌下来都不会改变 所以 我个人会觉得 伊斯兰党如果他明智的话 其实应该走走铁路报的路线 可是同时 你 其实也是被骂惯了吧 所以你被骂了两声应该是没有什么分别吧 可是道德上我觉得不但应该 应该选一个 可是政治上我觉得应该 好的 志凤兄 好 希望我的声音 OK OK吗 现在 来这位网友 我是OK 我帮你看那些留言 来 网友们 OK 虽虽 不知道对啊 希望 OK 但是没有留言 应该是OK了吧 OK 不好意思 刚才不知道什么问题 我还是喜欢 还需要ch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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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有一点点回应 还是 Christie 还需要chic 这辅助 我同意 OK 可能 有一个方式 可能比较 现在好像更大声一点了 现在更大声一点 我个人听到了 我不懂网民听到的是什么 有回音 有一点点回音 应该像刚才华哥所说 那个什么空旷的声音 空旷的声音 好吧 还是你要是用电脑 电话 电话 我用电话 OK 像我可能要推送 我用电话 看看电话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可以 我帮你回应这些问题先吧 之后你回来 你再继续 好像看到有一个 Edmond Yee 中美在打贸易战 我们的外交部 却称呼他为大哥 是不是已经选边站 以马来西亚的中立国立场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一个 美国的外交部长 而他的性能力跟广义一样 就是说年纪 比比他年长 比他年长 他的做外交部的性能力也比他久 我觉得他称美国的外交部一声大哥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我个人看法吧 因为到最后我不觉得因为一声称呼 可以改变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叫国家 国际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国际政治 我不觉得一句大哥会改变 除非 我很同意 蓝主播刚才所说的 除非他把东西做了出来 比如说 在international trade 就是说国际贸易上面 他偏了中国 可以 会变成我们马来西亚是偏中国 其实如果你要讲的话 偏中国这方面 其实纳吉的下半 second half 其实我们蛮明显是偏中国的 很多FBI都是从中国进来的 即使最近的ECRL都是从中国进来的 很多investment 很多投资都是从中国进来的 如果要以这一点来categorize 马来西亚是偏中还是偏美的话 我反而觉得这些因素 会比大哥来得更大 它的效果 还有下一个问题吗 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吧 暂时 好吧 这样就继续再谈一下伊斯兰党吧 伊斯兰党反而我觉得 现在最有看头的就是 哈迪阿旺还会在什么位置 哈迪阿旺本身 如果没有已经成立了整个中间政府 第15届大选 哈迪阿旺的位置在哪里 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会一样的 反而断Ibrahim 或者比较以下的巴士的领袖 有没有可能得到的官职比乌统来得多 因为如果之后 如果之后他们所成立的政府就是三党派 反而我看到有可能发生的就是没有政府 因为如果你发生三党派的话 发生一个我是跟伊斯兰党比较熟的 反而他需要以一个交换的条件 去这样拉武统进来 除非他拉行动党 所以最近等下我们会谈的那个课题 有没有可能巫统跟行动党合作呢 其中一个原点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新加坡资深政治人物都想给年轻人机会 当总理领导国家 可惜大马年龄高成 这个你是非常对的 我开始老师跟你讲一声 那天我真的是对不起登库拉扎利 他写了一句在那个华语报 他讲了 穆尤丁不适合当 阿斯敏不适合当 还有谁啊 还有忘记谁不适合当 最后一句话是 我最适合当首相 因为我华语读的比较慢嘛 我一个一个字读 但我读完过后 我真的是很不好意思的 笑了一声 所以马来西亚的政治 其实这个东西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了 只要老一派全部愿意退休 神是天下太平 因为你不会再有政治的包袱 马哈迪或者马哈迪那一派 不需要再针对安华个人 安华本身 公正党本身 也不需要为了安华一个人做首相 而令到整个局面的论述不同 行动党新一辈的领袖 我是说可能Anthony Road 陆兆福之后的领袖 相比之下也没有给马来族群 看成这么种族主义化 所以回去来说 其实我很同意的 我们的call phone店所说的 你是要老一辈全部退休 真是天下太平 志丰兄我是听得蛮清楚的 我们看网民一下 你再试看说一些 再试听看 可以吗网民们 有听到我讲话吗 网民们可以吗 全部问题出来了 可是还没有 ok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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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我听不到声音 我听不到你的声音 你听不到我的声音 听不到声音 听不到声音 哎 技术有点问题 我听到你了 你听到我声音 但是我听不到你的声音 不要紧吧 不要紧吧 他每次听到他也是您 不要用传统的方式 ok 等我 我们都听到 我相信之后再声音 不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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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我就回应 刚才的Dylan的 你认为巫统 如今的闹剧会造成 这个我就暂时不谈性 因为第三个课题 我们会谈到关键 可能之后如果我们没有回答到Dylan的问题 你可以再问我一次那个问题 好 西蒙决定以安华为第五十个手下人选 只能说应该会继续做反对党保 对 因为其实 其实整个西蒙里面最大的包袱就是安华 你既不喜欢都是安华 它是最大的包袱 如果不是安华做手下的包袱 其实很少 Shafi'i合作 马哈迪再拉人进来 其实是够人数的 你不要马哈迪都好 Shafi'i 加他的人 加马哈迪的人 加马哈迪帮你拉 当时是够人数 而是因为安华坚持要 同时有一些建议说 如果安华坚持要 我们把它推翻吧 我个人觉得不可能 原因是 现在整个公政党 就是只有安华派在里面 如果你想想当年给自己公政党里面 自己把安华拉下来 可以 没问题 如果他们拉得下 现在是整个公政党只剩安华派 谁能拉他下 行动党 可以啊 你跟公政党房连 可是是不可能的事吗 因为你靠他 他靠你 所以简单来说 不可能的事 安华坚持在那边 有没有可能做首相呢 看他们赢议席咯 我个人是蛮觉得蛮悲观的 我不觉得有可能在下一届大学 赢这么多议席 除非他们都无同不错 可是我觉得反而那个会变成更差 所以简单来说 即使分散票发生都好 我个人不觉得西蒙可以做政府 原因之前 我之前有讨论过 很简单的是 你2018年的大选 我们当时每个人投票都是一样的吧 没有改变方向 2018年的大选 西蒙赢得起这个原因 就是多出来那10% 马来西亚一类来 投票率大概75% 而在那一届2018 标到85% 你看回香港的区会大选 区会选举也是一样 因为标出来一个大的巴选率 这些是通常不投票的人 出来投票 而这群人大部分都是支持反对党 所以如果下一届大选 你觉得这群人还会出来吗 多余的10% 如果可以去到85% 可以 他没有可能赢 但我不觉得可以多出来 为什么 所以我投了这么辛苦 可能我先不讲 智丰兄 你可能先接你的麦 OK 可以吗 大家听到吗 可以吗 应该是可以了吧 你听到我讲话吗 我听到你讲话 清楚 OK 这样我就给我多半分钟 我就回去你 OK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你之前2018 你看我们用了金钱时间 力气全部回来投票 到最后很多人 我投的票 跟现在FORM的政府 不是我要的 第二 现在还有COVID 你觉得这两个因素下 这些多出来10% 还愿意回来吗 我不觉得会 因为那个原因 我不觉得2018 西门的支持率 还会这样高 不是因为他们反对他 而是多出来那1% 靠力气靠金钱 靠那些人 努力回来的人 不会再回来了 好了 智丰兄我就谈到这里 我已经远离了 我先去那些问题那边 OK 好 刚才我们是提到的第二 第二题就是一党 一党继续左右逢源 那么刚才有听到刘伯 你刚才有提到的 确实是从一党的角度来说的话 那么左右逢源 尽量把巫统跟土担党 拉在一起的话呢 是符合 绝对符合一党的政治利益 那么如果把我放在哈迪阿王的那个位置的话 那么如果从壮大 那一党的这个角度 他确实是做对了这个策略上的这个决定 那么这纯粹是策略上的决定 就先不理说那些政治上的这个道德 因为政治道德最终还是要回归 你能不能够为你的党赢得一席 同时把你党的这个理念贯彻下去 所以现在对于一党来说 最重要的呢就是继续壮大 那么一党他的那个baseline 他的这个底线呢就是要维持 吉兰丹跟邓家楼的这个优势 然后再加上吉兰 那么这三个州是他的这个大本营 所以这三个州稳定下来之后呢 那么他将会向南部蔓延 向南部进攻 而这南部呢包括这个从东海岸去到西海岸 可能要经过彭亨 然后从吉兰下来冰城 然后这个霹雳 然后雪兰儿 但是对于一党而言 现在来说土团党能够满足他的是资源 巫统能够给到他的是票源 所以现在一党他两个元他都想要 OK一个是政治上的资源 一个呢是票源 那么如果一党这两个元都把它抱在一起的话 一党就会壮大 但是巫统不想要一党获得同一时间 获得两个资源跟这个票源 所以他就逼一党一块块做选择 所以一党也做了选择 OK一党知道他在巫统的这个合作之下 巫统永远是他的老大 那么一些医党在医党的一些朋友就讲说 他们现在要找的是partner 是Rakkan Sperjan 不是要找boss 不是要找老板 OK 那么巫统的那个随样还是没有改 依然认为自己是老大 虽然他曾经是做了61年的这个老大 但是现在整个局势已经不同了 巫统不太可能回到过去的那种一党独大的这个情况 但是一党一些领袖还调整不过来 以为自己还是老大 其他人都是他的伙计 都是他的Lang 可以被他指指点点说 你做这个你做那个 那现在不是这种情况了 一党要的是你尊重我 as your partner 你的这个盟友 而不是我是你的老二老三 所以在这一点上一党觉得 就像刘伯刚才提到的 一党觉得说跟土团党在一起他很舒服 土团党都尽量满足一党的这个要求 而且还把几打州的政权送了给一党 所以对一党来说 他在短期的策略上 选择土团党是对的 那么长期来说 要过了大选之后整个局势改变 那么一党可能到时他就会再重新调整 那么如果我们看回去 一党过去五十多年的这个历史 他虽然是以宗教为主 以伊斯兰为主的政党 但是他的这个灵活度 他的伸缩性是很强的 他曾经自己打 之后加入国阵 之后被国阵开除 被国阵开除去七七八年的时候 七六七八年的时候 七八年被开除之后 七六开除 算了吧七多年吧 应该是七十年代末了 被开除之后 就七七惨惨 真的是很凄惨 他曾经在1982年的这个大选的时候 只剩下两个国会议席而已 两个也是一个国会议席 很惨很惨 然后在1982年之后 一党就提出了一个路线上的转变 那个转变是影响很深 到现在 而那个转变就是确定了 就是以宗教师为领导的这个方向 OK 他第一任的这个精神领袖 Mushito Ampaz 就是他的前主席 Yusof Rawat 而Yusof Rawat的儿子 就是现在成信党的副主席 Mujahid Yusof OK 这个是一些伊党的历史 那么伊党在90年的时候 就跟四六金神党组成了这个阿布 OK 同时又跟行动党组成了Gatasan 所以伊党他的这个伸缩性 他的政治的伙伴 会随着时局不断的这个改变的 那么90年有跟四六金神党的阿布 有跟行动党的这个Gatasan 然后99年的时候 也曾经跟行动党 人民党跟公正党组成Parisan Alternative 替代证先简称BA 之后又分裂 行动党不满 这个伊党越走越幽 然后来到2008年的时候 有Pakatan Rakyat PR 所以来到2018年 就跟武统成立Mafakat National 然后2020年的时候 去年的时候就成立了Pakatan National 所以伊党虽然他看起来 好像是相当固执的一个政党 就是只选择伊斯兰的这个路线 但是不要忘记 如果我们看回去 四五十年来 伊党是可以跟很多政党合作的 OK 他可以跟武统合作 可以跟行动党合作 行动党合作分手了 就再合作都可以的 所以伊党他左右逢源 或者是用其他的词左右 右抱都好 其实都没有太大的 对他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伊党有一个东西 一个东西他抓得很稳 抓得很坚持的 就是他的这个伊斯兰的这个议程 所以现在一些 我的一些政坛的一些朋友 他们就讲说 现在要打 如果现在的子弹是很有限的 你只能够打一个对手而已的话 那么你现在要打武统呢 还是要打一张 武统或者是伊党 那么当时的讨论 跟朋友之间讨论 得到的一个共识呢 就是伊党 因为伊党他的这个路线 他的这一个 他们相信的那一套东西呢 是很难被改变的 而且再加上伊党现在 他党内缺乏那些中庸 相对开明的这个领袖 会把伊党慢慢的带向 更加的这个单元化 那么相对的武统 他是属于这个 马来朝根的这个政党 所以他对于多元 对中庸相对的这个 接受度会比较高 但是伊党呢 其实他的单元化的路线 已经越来越明显 越来越这个凸显了 所以如果子弹有限 资源有限 在伊党跟巫统之间 如果要真的是没有办法 真的是没有办法 要要支持的话 可能这个问题 会到来届大选的时候 会有更多 我相信在华人社会里面 会有更多的这个讨论 就是当伊党跟巫统之间 那么要怎么去选 但是一些朋友就说 其实不用担心 西蒙肯定会派人进去 打这些议席的 到时就是西蒙 巫统跟伊党 那么对于华人社会来讲说 选择就没有这么的困难 所以这是伊党一些相当大的 里面相当大的一个变化 那刚才有听到 刘伯有提到说 伊党应该不会分裂 就是不会分裂成这个 支持巫统的派系 以及支持 布里加旦支持图团党的派系 不过呢 伊党内部 他确实有一些的这个分歧 他的这个分歧呢 不是路线上的分歧 而是对个别领袖的分歧 这个分歧还没有扩大到很明显 就是内部一些领袖 是布曼哈迪阿旺的这个领导 而这个呢 这个事情在上个月跟前个月 就是二月跟三月的时候 已经开始有在一些州属 酝酿的 而这个州属 酝酿这些布曼哈迪的情绪的 这个州属呢 就是发生在哈迪的老巢 就是他的这个Trenganu 而里面的一些派系布曼哈迪 或者是酝酿 想要所谓的倒哈迪 不过我觉得不太可能会倒他 就是现在的这个 那个部长Kairuddin 种植集园产业部长Kairuddin OK 因为 这是小道消息 因为Kairuddin 其实他是很想要做Trenganu的MP 想要做邓加龙的州属大臣 但是他没有竞选州一席嘛 所以这个州属大臣的这个职位 就去了给阿玛·Samsuri 而阿玛·Samsuri 现在是伊党的副主席 阿玛·Samsuri呢 他也是哈迪阿旺的政治秘书 那么这一个阿玛·Samsuri 他是相对比较低调 但是他是留学英国的 他是宇航系Aeronautic的这个博士 那么在从政之前呢 他是UKM的这个教授来的 UPM好像是 UPM 他是本地大学的这个教授 而且他在飞行车 在那个西蒙时代飞行车 吵吵闹闹的时候 他其实他有写一篇相当有根据的一个文章 而且那篇文章呢 是有登在马来报的是一整版的 所以伊党的 他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局势 他一些人的派系之间的这个竞争 是很精彩的 只不过我们没有或者是 华社平时很少关注伊党 他内部派系之间的这个竞争 或者内部派系的这个分歧 那么我们关注的是更大的 是巫统伊党跟土团党 你们三党之间的这个关系好不好啊 之类的这东西 那其实伊党内部的情况会更加有趣 刘伯你有什么要补充吗 其实我很赞同你所说的刚才 其实有一点是我可能是从领袖 伊党领袖的方面去看伊党 而不是从他的党的 Flexibility来看 因为像我之前你所说的 74年成立了国阵 那时候是Racial Rights 1969年 74年大选是全部用国阵旗下去竞选 除了新工厂 之后因为吉兰丹 下年长的应该知道吧 吉兰丹70年代应该76还是77年 之后78年都有的周选 78年周选 直到1990年的周选他们的输完 1990年的周选 是Nick Aziz的力去带领 赢回吉兰丹的 所以我们发觉到Nick Aziz 如果你看之前Nick Aziz 到他最后一刻 他都是不愿意跟武统而做 一个原因罢了 政治包袱 因为武统之前做了什么什么 而为什么伊党 可以跟巴黎山奥特尼 代替阵 可以跟巴卡塔拉亚 合作呢 Nick Aziz才有在 所以反而有没有可能 伊党在转变路线呢 目前我看不到 因为目前如果 如果转变路线的话 因素是一个不了 哈迪阿旺要转变 因为现在已经是没有人 控制到他 所以我不觉得伊党 本身是一个 Flexible的政党 而是以领袖来看的政党 可是 志凤学是说的对 哈迪阿旺 他本身的 内部的 conflict也是不少 只是说到现在 还没有一个领袖 可以挑战他 但伊brahim 可以不可以呢 给他多一点时间 给他多一点时间 可是也很难 因为 因为 是什么时候 你先 OK 段伊brahim 他的形象是相对的 这个中庸 那么我之前看到的 一篇文章有提到说 我不晓得这个东西 对还是不对 就是 他好像是 Nick Aziz的 这个亲戚 或是之而之类的 总之是 好像是有一点亲戚关系 所以如果他真的是 跟Nick Aziz 有一些联系的话 他其实可以 吸纳伊党内部 还认同 Nick Aziz路线的人 虽然 虽然这个人不多 这群人不多 因为这群人 在这个2015年 党选输掉的时候 就全部都已经去了 阿曼娜 包括 两位前主席的儿子 一个是 刚才我提到的 这个 这个 Mujiai Yusof 另外一个呢 是这个 他的前主席 那个Fadiano的儿子 Fadiano的儿子 Fadiano的儿子 Faris Faris还是Faris 他现在是槟城 并成Permatang 巴西的一个 州议员来的 他是一个YBI 所以两个伊党主席的儿子 都加入了 阿曼娜 加入了 陈信党 所以在伊党内部 比较认同 Nick Aziz路线的人 可能也不多了 所以在短期之内 可能一届到两届的 这个伊党的这个党选 可能都不会出现太大的 这个变化 除非是 他的另外一名精神领袖 就是Hashim Yassin 现在是在Bernlist 他能够凝聚到另外一股力量 但是感觉上Hashim Yassin 他没有那种登高一虎的 这个角色跟这个能力 因为老实说 我不是说小看Hashim Yassin 老实说他的名字 有时候我都记不起来 所以你可以想到 他在政坛上 尤其是马来西争政坛上 他的地位真的是不高 他在里面其实原因 其实原因也是蛮简单的 因为他整个Sura Council 他已经是定了他的人数 4加4加4加2加2 你怎样都好 你的 spiritual leader 要从里面里面选一个出来 Hadi Awong本身是做不到的 因为从Nick Aziz 那个年代开始 之前可以发生 你可以做主席 president加 spiritual leader 精神领袖 但从Nick Aziz 那个时代开始 已经是Nick Aziz 是 spiritual leader 他不会参与中央的 做presidency 那整个hierarchy的东西 所以他已经有 那个文化了 从那个时代 而今日今天 Nick Aziz 有没有可能 中央里面的人去参与呢 就是说 president 可能不到 所以其实他的选择 Omuda也不可能 Wanita也不可能 他选择剩两组人了 第一个 Leo Ulama的人 第二个 本来Sura Council 自己去appoint的人 所以换一个角度 选择不多 所以我不觉得现在的 spiritual leader 或者将来 暂时我看不到 有一个 spiritual leader 真的是可以 跟president balance 其实他主要他们有这个 concept 是之前 我们要回去 Azimuda那个年代 吧 president他有权利了 所以他要 他们要是走回家路线 他要做一个 Sura Council Something like 你们全部 全部的 决定通过过后 以前进Sura Council 他看那个决定 是不是伊斯兰话 就有没有shariah compliance 有的话 才给过 至少有一个 something 我们讲的 safe guard的一条路线 而现在 我看不到 有一个人 可以抗衡president 或者是很balance president的权利 当那个人 balance不到president的权利 整个motion whatever president要做的 带到去Sura Council 只要Sura Council control得到 整个 Presidency的整个organization control得到Makbunda control得到Wanita 和后人 超过一半的 对 对 好 那么我们讨论了 两个课题现在进入 这个星期最猛的 就是安华跟Zahid的这个 切听风音 哇 听到这个字都很紧张 到底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么刘波你觉得说 这个 voice clip voice clip 到底是真的 还是假的 我们是看了 他们 网民投票的决定过后 还是我们先谈先 我们可以先谈先 我们先谈先 因为 现在还有一些时间来投票 这里 刚才还没有投入的朋友们 赶快去Facebook那边去投吧 好 说存在感 非常同意 就这样 老实说 我对真假 没有什么兴趣 就比如说 Azmi Ali之前的video 是真假 我也没有兴趣 反而有兴趣的是两点 第一 那个东西出来了 你先当真 先 因为你当真 才会有后果 有什么后果 政治上 第二 谁会做那个东西出来 第一 有什么后果 老实说 Zahid本身在巫统里面 你看到他最后 他的最后一段 他的演讲词 很多人支持 他们那个video也讲了吧 为什么这样的人站起来拍手 所以他讲得很清晰的 所以巫统的人 只要是Zahid还是走那条路线的话 他们还愿意继续支持他 他不走那条路线 跟PKR合作 跟共产党合作 也不等于他会失去支持 可是有机会会失去支持 而他那个 不跟DAP 不跟安华 不跟土团合作 那一句话 那个想法 那个路线 肯定可以得到巫统里面的支持 因为到最后巫统里面还是要权力嘛 反而这个video出来过后 就看Zahid有没有能力去说服他的人 两种 两个方向 第一 是假的 第二 其实跟共产党合作有什么问题呢 在大选过后 大选当然不可以合作 大选一合作就是 广东话讲大金西 因为你不是跟 共产党合作 你不可能把共产党拉出来的嘛 你要合作 换句话讲说 你要跟整个西门合作 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所以只要Zahid 可以说服到他的至少 至少私底下说服 不用公开说服 至少私底下说服 其实如果真的是三分天下 像刚才我所谈的 而公正党是唯一条路线 就去吧 如果他说服得到他们 其实还有一线希望的 老实说 我相信巫统的领袖也是很 很有经验的吧 三分天下 你觉得会有多数政府吗 我不觉得会有多数政府 你一定要选一个 你要选哪一个呢 当然你不可以现在选 像刚才说 你不可以现在选 可是之后选呢 所以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那个video其实是没有意思的 他只能用一个理由去推翻他 那个理由真的很好用 很好用那个理由 可是推翻他的人 有没有本事 拉更多人进来 Ali Magist Tengi 因为我们从上一届 他的代表大会看 Ali Magist Tengi 蛮支持他的 至少大部分 好 而如果基层不支持他呢 我一直来看巫统看成 其实你有权利 你很多东西可以做 比如说 之前安诺穆萨说 不要相信那些辩论的 辩论都是假的 都是Zahid派自己人上去辩论 所以你看他全部骗Zahid 对 我承认这一点不公平 可是为什么Zahid有本事派自己人呢 因为跟着那个党规 跟着整个规则来走 他还是主席 还有那个势力 还有那个决定权 换一个角度 如果他控制了Ali Magist Tengi 控制了Ktobahagian 所以他赢上一届还赢得这么漂亮吧 凯莉很多支持都赢不到 巫统是看整个Hairaki的 而不是看人数人头的 所以有没有可能 即使这个video爆出来了 会对Zahid有影响呢 影响一定有 现在整个球丢回Zahid的脚下 有没有本事 第一 说服人民是假的 就没有事 不用做什么 第二 当真 当他是真的 说服Ali Magist Tengi 而这群人全部 只要他们愿意支持你 凡你要拉你下台内派 其实是很难作为的 因为你要作为 你需要有一个procedure去做 而那个procedure本身 你需要 either主席批准 或者Ali Magist Tengi支持你等等 如果不是的话 你能做的只是推党 拉人去图团 那个是你最多能做的 有没有后果呢 应该这么说吧 马来西亚政坛上 其实你拉人出来 你的生存率不会算高的 阿智敏如果留在公正党 我相信他爬可以更高 你出来了 你觉得他拉到几个人出来呢 我不觉得他拉到多 即使Gomba 本身他占了这么久 我都不觉得他有本事赢 所以换一个角度 我之前有讨论过的 只要这个spit的party 就是说你是从母体 拉出来一个小的政党 很难生存 除非你走的路线 跟你的母体是不一样的 pass 我多一分钟吧 应该是讲的太多了 pass 这么多小的政党拉出来的 没有一个生存 Amana不算 有Amana是走不同的路线 开明伊斯兰路线 行动党出来的全部小小党 全部扭掉完了 公正党是从巫统出来 为什么到现在生存呢 两个 第一 他熬了一段时间 第二 他走的路线跟巫统不同 多元种族路线 所以现在你要选的是 你要选中一种族 还是你要选回跳马来路线 如果你公正党 还是走马来路线 就像本庄 就像Bersad都之前这样 如果人民 马来选民要选的路线 是马来路线 为什么要选一个新的政党 有一个老大政党在那边 除非你说的在一个地方 所以一日来 我不觉得土团 在这几个月前 我不觉得土团发威的原因很简单 你有什么卖点 我看不到 之前的卖点是青年马来政党 如今我看不到 所以我这几个月 有分别的就是 不同变得弱小了 而土团是用资源去 去一样不同 而不是意识形态 应该是够了 太长了 好的 不会 不会 听你的分析是有收过的 我觉得说 现在的这个video的事情 它虽然看起来 好 我同意你的说法 就是我们就假定它是真的 那么虽然两个主角都说 这不是真的 为什么我觉得说它可能会是真的 就是它的这个之前的那个脉络 然后再加上 Zahid跟 这个 Najib之间的这个 不是Najib Zahid跟安华 Zahid跟安华的这个师徒关系 可以追溯到90年代中期 那么现在对Zahid来讲说 他必须除了 必须要证明说这个东西是假的 他也要化解党内逼宫的这个压力 因为在之前 党内已经存在着一股对Zahid不满的这个声音 但是在巫统大会的时候 这个东西没有爆发 因为Zahid成功的把那些焦点 把那些专注力都转移到土团党 让土团党成为巫统发泄的这个对象 OK 那么现在这个决定已经做了 就是跟土团党一刀两断 那么现在巫统的领袖 特别是那些不满Zahid的人 就要看Zahid你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一个方式 让巫统走向一个更美好的这个道路 好 你说跟土团党断交 OK 我们也认同土团党是个小弟 但是却骑在我们的头上 但是这些巫统的人 他们不能够大部分都不能够接受公正党 不能够接受安华 同时也不能够接受行动党 但是Zahid在这个课题上 他立场没有说到很坚定 特别是在去年9月 当他签那封信给安华 让安华有strong formidable 跟这个combing性的这个number之后 那么Zahid在巫统内的这个领导 威望已经下跌了很多 那么如今再次爆发这个事情之后呢 Zahid会面对更强大的要求他下台的这个压力 那么现在大家把焦点放在说 6月到8月到底会不会举行党选 那么到底要举行吗 如果是延后党选的话 又没有举行大选 那么巫统内那些不满Zahid的声音 会越来越强大 所以Zahid现在除了要证明说 他跟这个click是没有关系的 那个声音那把声音不是他的之外 他还要去解决说 到底什么时候要举行党选 对Zahid他不想的这么快举行党选 因为他知道如果一党选的话 他肯定会被挑战 因为Zahid是1946年至今 武统成立了75年 最没有领导挥望的这个党主席 所以他知道党选一来的话 很可能就算他要选求参与 他也很可能会输掉 所以他现在是在跟时间赛跑 他手头上的这个牌 那个逮迪已经是打到七七八八了 他的最高峰就是在巫统大会的期间 成功把巫统的这个专注力 和重点抓在自己的这个手上 原以为说他会趁着这个事 而跟土团党硬起来 就是说 叫那些部长全部辞职之类的 但是这个东西没有发生 那些巫统部长 他依然留在姆怡定的这个内阁当中 所以接下来我觉得说 他的这个变化会是 巫统的这个党选 以及另外一个课题呢 就是Zahid的这个案件 到底什么时候下判 会不会在8月之前 就是在解除紧急状态之前 他的这个案件 会不会有这个verdict 会不会有这个判决下来 那么如果有判决下来的话 很大的可能 大选可能就 就会真的 很快要进行了 所以这是我的一些看法 有什么要补充 可能我把巫统分三派吧 目前来讲 第一派是Zahid 第二派是Dokmark派 第三派是 想拉Zahid派下来的那些官职派 我觉得真正想挑战他的 只是官职派 Dokmark那一派我不觉得想挑战他 原因很简单 他这么多case里面 他迟早会有一条掉在他身上了 不是说他一定要做监督 是说只要他掉在他身上 他就不能做国会议员 他不能做国会议员 就不能做首相 首相 下一个就是Dokmark 所以为什么我要找麻烦呢 所以我不觉得Dokmark 你看Brenpunan 我觉得Dokmark支持他是 至少在那个层面是蛮真的 因为他有事Dokmark做 他不需要 只要Dokmark竞选一个国会议员 就可以做了 反而挑战他的那一派人 我不觉得实力足够挑战他 只是靠那一派官职派 有没有可能党选早跟迟呢 应该这么说吧 没有党选 Zahid不用头痛 有党选 我个人觉得 Zahid也不一定会败 原因是 只要Dokmark那一派 还是愿意支持他 他们不会败 除非官职派那一派 支持Dokmark 把Dokmark推上 用Dokmark去挑战主席 我个人而言 我不觉得Dokmark 政治上应该挑战主席 原因很简单 你风险 你现在是蛮稳的 只要老板有什么事 你就做老板了 你觉得值得去挑战吗 我个人觉得不值得 所以换一个角度 我觉得党选令到Zahid头大 可是不一定他会死 但是会不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其他人去挑战Zahid 这一些人能够让 巫统的党员 有一个更美好的想象 认为说 比如说在 就算不是Dokmark 就算是其他人 比如说是Hisham回来的话 还是其他人回来的话 那么巫统觉得 Hisham是他们熟悉的领袖 那么会愿意给这个Hisham机会 那么Dokmark 可能他就错失了这个良机 Hisham是唯一一个 有可能 我不会说他会赢 有可能反败为胜 就说五十五十的人 因为之前的党选 其实为什么Zahid可以赢 因为他控制了很多Ketoba Hagen 因为巫统的党选 是用Electrical College System 只要你控制到Ketoba Hagen 你就稳了 Hisham的不同是跟KJ KJ是很多基层的支持 他没有巫统里面的 就是Wallords的支持 Hisham本身有 再加上他靠他的 爸爸的名气 他的公公的名气 爷爷的名气 都是有 所以他是唯一一个 我不敢猜测的 像之前我在另外一个节目说 Zahid Hisham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他静静 你不敢叫我 我不敢叫你 第二他出来 广东话讲高大爷 我要嘛直接挑战你 直到上去 所以他是唯一 我不敢相信的 甚至其他人 包括KJ 包括Domart 包括谁 我都觉得不会去挑战 即使挑战都不会成功 OK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投票出来的成绩 就是安华杂Hit的窃听风云 那么最多人超过半数52%投票的呢 52%选择是被窃听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真的是有这个东西存在 然后不小心被人家被窃听的 然后只有差不多30%就是29%的网民认为说 哎这个是别人阳别人陷害你的 别人陷害你的 那么19%呢 就是认为是自导自演 就是不存在的东西是自导自演的 所以得票出来的这个投票出来的结果呢 还是有超过半数的认 半数的朋友认为说 这一个呢是真实存在 就是随随被听到而已 那么刘伯你觉得说 这个投票结果是不是反映出 普罗大众的内心的这个想法呢 就是认为说安华跟杂Hit 确实两个人是私底下是有来往的 而且是有一些课题是有共识的 我不会奇怪有这个结果 因为即使你看之前所发生的 即使是Azmin的video什么都好啊 当他出来的时候我们一定当真先 当你当真的时候 除非你有证据觉得他是假的 因为老实说 有几个人真的是会详细听那整段东西 再加上我有听诊断 可是我也是分不出 可是如果我是平民 我会当真是当真的 因为两个声音蛮像的 为什么分不出是 因为他特点那边太少了 比如说笑声那些 就是说会 因为每个人你会有一些些特点的吧 像我最记得的Zurayda讲安华讲话的时候 最喜欢这样的 这样的他的手 就是说每个人会有特点的 那个video本身突出不到很多这些特点的东西 都是很平民啊 都是很 讲的用词全部都在平 太太 monotonous了 所以我分不出 如果我只是第一印象看 我都觉得我都会当真先 我不要用我的政治的背景去看这个东西吧 用我普通人的什么我先当真 Asmin的我也是当真 因为我们 你们involved的人需要说服我 这个是假的 而不是我要说服我自己这个是假的 所以我不会奇怪那个结果 OK 好我们来回答一些 OK 我觉得说我会相信它是真的存在 那么我的一些公正党的朋友呢 他就觉得说 其实如果从对话的内容来看 其实这两个领袖没有必要有这个对话 OK 因为这个对话他没有太多劲爆的东西 也没有太多策略上的这个规则 比如说你现在不要做这个 我现在不要做这个 然后我们怎样配合 但是如果你看那个4分钟的 4分钟多的这个谈话的话 其实是很一般的这个客套 就是很礼貌的我称赞你 你称赞我 所以这个对话 他其实对Zahid也好 对安华也好 其实不需要有这个对话的 所以公正党的人 当然他们可能是处于维护安华 但是我觉得也是对了 因为他对话内容 其实真的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的 顶多顶多勉勉强强 如果有劲爆的话 就是说 Samsu Samsu就是那能源部长的名字被提起 那么除此之外 确实是没有其他的这个 没有其他进爆的东西 所以这是我这些 他们觉得没有进爆的 我不会太奇怪 因为他们的关系 像如果你看他们的历史 Zahid也因为安华被ISA做过几年 所以其实他们的关系 其实有时候我们外人看那些政治人物 吵架吵到几胸 如果你在国会里面看 他们在D1里面吵到几胸的好出来 都是可以一起喝茶的 因为他们主持人呐 你要称赞他们是他们真是分得很清楚 除非你用的自己是侮辱性的啦 如果只是你以别那种啊 他们出来还可以用茶的 在在那个lunch那边用茶 其实是 所以我不奇怪他们有那个关系 或者打一个同样 只是聊白白 就聊没有话题的 我不会奇怪 反正 以他们的关系来说 再加上那个video里面 Zahid有跟安华也是说 交代一声说 你不要太信那个speech 那个speech是我需要做出来的 所以真的可能性 我觉得还是有的 可是还是那句 我对真假没有兴趣 因为我是主政治嘛 我没有兴趣他的政治后果 好的 那么在这里看一看 有网民 他就讲说 阿华哥就是安华啦 受希盟推荐为下一届首相人选 Zahid相反 被不同派系的这个 围攻 那么如果Zahid被推翻的话 谁会是 巫统下一任主席呢 刘伯 你就来先吧 我再看这个 我来先 OK 那么我觉得说 如果现在被推翻 就不是在这一个 党选的时候输掉的话 那么按照巫统的这个党章 就是Domad 就是现在的这个 苏黎主席 那么他将会 Permangu President的方式 就是以代主席的方式 来领导巫统 所以这个呢 是没有太大的这个选担 如果是在党选之前被推翻的话 那么就是Domad OK 那么如果Domad上来的话 Zahid的这个派系 可能就会慢慢的 会消失 或者是慢慢的被削弱 因为Domad上来的话 第一个 会被撤换的这个人 应该就是他的总秘书 阿玛马斯兰 因为阿玛马斯兰 是属于Zahid派系 是属于Bosku的这一个人 OK 那么除了阿玛马斯兰 会被换掉之外 那么可能他的总裁证 就是有案件在审 的这个东顾阿难 他们可能也会被换 那么其他的那些 Line up 也可能被换 所以这个是Zahid 如果现在被推翻的话 乌统内部可能出现的 这个情况 就是人质上的这个更动 那么如果Domad 要向慕尤丁释放商议的话 他可能会提成一些 新的部长人选 所以他可能会有一轮的 小小的内阁改组 OK 这是我的一些看法 来 哲伟 其实我们这位网民 他的问题是 因为问题蛮广 就是说他说 如果Zahid被推翻 谁做协任不同主席 只是那个scope 如果是谁做巫统主席 应该这么说 第一我不觉得他会被推翻 第二因为巫统走的路线 就是一打一的路线 就是说竞选那个议席 而不是像行动党这样 竞选了 人家选你做主席 所以换一个角度 如果他被推翻 就是挑战他的人做了吧 所以我 Domad我不觉得会做 因为如果你是想推翻他下来 怎么推翻呢 除了党选 我想不到一个方式可以推翻他 如果以党选来讲去推翻他 就是谁挑战他 就是谁做 有没有可能Domad去挑战他呢 我不觉得Domad会去挑战他 像刚才主帮的 如果那个问题是谁做首相 就interesting 谁做首相呢 我觉得跟着hierarchy来说 应该是Domad 原因是Zahid不能做 除非Zahid能做 如果Zahid也不能做不了 就是Domad 这个就是我刚才欠着的问题 我批识到的 你认为巫统如今的闹剧 会造成怎么样的政治震荡 真的是Dilan Lam的 巫统如今的这个闹剧 会造成怎样的震荡 而他的这个震荡的暂时是 局限在三个马来震荡 就是巫统图团跟这个伊党 那么他的这一个动荡 其实我觉得并不会对 巫统的基层 带来太大的这个影响 那么所谓带来太大的影响 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这个巫统他出现分裂 或者是出现分歧的话 分歧的话 那么在大选的时候 这个各个派系之间 他们会争夺上阵的这个机会 ok 那么争夺上阵机会 他们会 会靠向党主席 就算是他们有多大的这个分歧 他们最终会为了那一张 Watika 而向现实提头 所以他的这个分裂 他的这个吵闹呢 会在大选之后 会更加的这个明确 大选之前 就算乱的话 也不会出现很明显的这个分歧 那么大选之后 可能就是另外一番的这个景色了 那么那个时候就要看 武统到底赢得多少议席 然后土团党有多少议席 然后伊党有多少议席 然后西蒙的情况是怎样 所以大选之后 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况 那么在大选之前 就算武统怎么乱都好 他不会明显的这个分歧 刘伯 我赞同你的说法的 因为反而我觉得 当一个政党有派系分裂的时候 可能我们把它看着很大 原因是报纸都会登 他们的分裂啊 过这些分裂是大领袖等等 其实对他们的最低层那一层支持者有分别吗 给我来说分别不大 原因是你要在党里面有实力 你只会去拉拢对你有帮助的人 比如说区会主席等等 而最下一层最低一层 那个找王安level的呢 找王安是支部 支部层面的呢 你根本不会动他 因为他们是没有权力去推 推你上去那个党的职位的 所以如果来大选的时候呢 我不觉得分别会很大 当然他会拉你很多人出来 但同时也不会说震荡到很大 所以如果一个党 在马来西亚里面我所看的一个党 如果要分裂 而他的分裂是因为patronage patronage就是说 跟领袖走的分裂 而不是ideology 就是意识形态的分裂 我不觉得对政治的震荡 或者大选的震荡会很大 当然是有啦 不可以否则一定有 可是我不觉得会很大 就像公正党 阿斯敏出来了 会不会令到公正党的票数少很多 少是肯定少的 至少阿斯敏派的人不投你们的 但我不觉得会影响的太大 原因是最低层最低层那种 党员那种选民 跟他们有没有关系啊 对对 应该是需要你来先 因为太多字了 我要慢慢读 OK这个也是很多字啊 我的话语比较慢 他的问题是什么 这鼓励量 这鼓励量有多大 OK 对 你好了吗 还是我来先 你来先 好 其实是对的 应该吸入民性党 做他的副手等等 是对的 可是他愿意吗 民性党 我本来有的做首相的 我本来有的做首相的 现在要我做你副手 如果我愿意做你副手的话 早就愿意了 但我早愿意的时候 已经做了政府 因为想当年 只要Shafi Mahathir 再帮他拉几个人进来 那整个group 那整个组 已经够人了 问题就是 全部真的做首相 所以我不 理论上是对的 我觉得民性党 如果加入 肯定是plus point 尤其是把他 当这是副手 副手相 可是实际上 我不觉得他愿意 我最记得之前 有一个学者 他所说的 Shafi不愿意 可不可以 把他下一层 他的属里主席 当这副手呢 理论上可以吗 因为Shafi可以继续做 Saba的首席部长 然后他的属里主席 可以做副手相 可是那位学者讲得很好 如果那个人做了副手相 他的权力可能比 Saba的 Saba的GIFINESS来得大 你像一个党主席 你可以忍受你的属里 比你大马权力 在政府上 你又不可以 所以换一个角度 怎么做也是安排不到 OK 他在讲说 西门三大已经决定安华为 这个大选 对 还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安华做首相 第二个是明信党跟陈信党 我觉得是安华 安华做首相已经没有 没有悬念了 就是首相的这个人选 那么现在呢 就是安华应不应该 吸纳明信党跟陈信党 作为副首相的这个人选 明信党的可能性会 不能够讲是比较大 就是说他的这一个 让东马人民有这个政治的想象空间 会存在 那么陈信党方面呢 就相对的比较弱一点 OK 那么陈信党 他虽然是一个全国的 全国的这个政党 但是他在 就他本身的这个基本 本身的这个老巢 就是马来社会里面 还没有说到强到 能够让这个陈信党 有这个地位去争取副首相 反而如果是把行动党的一名领袖 放在里面的 那个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只不过现在的政治气候 现在的这个整个氛围还不成熟 如果把行动党的领袖放为 放成当作是副首相的话 那么对行动党是加分 但是对整个希望联盟可能就是减分 减分 所以他还是行不通 不过我觉得说 现在既然西盟已经决定 首相的人选 他们就应该把副首相的人选 以及一些关键职位的这些 或者是影子内阁的一些部长 应该要排出来 让人民看到说其实西盟 是做好准备要重新执政 那么如果你的这个内阁阵 排出来或者是一些关键职 只会的排出来的话 那么相信人民会对西盟 有更大的这个信心 所以从现在到来这些大选之前 其实西盟应该要 坎快的拟定他们的竞选宣言 然后他们的影子内阁 尽量的强化人民对他的这个信心 其实华人做第一任副首相 我觉得只有安华可以做得到 因为我从小到大人家问到 你独阵制做吗 要做首相 我讲不要我做副首相 我了 因为安华你看他的人 跟他怎样 handle公正党 公正党有七位副主席 为什么这么多呢 还有沙巴有代表沙拉瓦 有代表印度人 有代表华人 对不对 我不管他是真是假的 至少表面上他要做成 他荣纳了每一个人 所以安华时代有超过一位副首相 我觉得是肯定的 会去到几位呢 去到三位或者更多我不奇怪 以安华我看他的 我观察他的荒赛的 我不奇怪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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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节目已经进 这里还有一个 这一个是 等一下 我看一下 唯一 不是唯一忠诚的 OK 我的这个 应该 他的问题应该是说 马哈迪那个 讲行动党跟马华极端的 那个吧 来 你先 我看一下 很简单 全部人 马华行动党 都是极端 马哈迪是最忠诚的 他跟德库拉瓦利一样 他跟德库拉瓦利一样 真的是好朋友 我跟你讲 真的是不能怪他们可以 一直做对手 全部人不适合做首相 只有我适合 根本他就讲的方式一样 第一 其实这两党 讲的话 讲的东西我很赞同的 第一 行动党本身 有开放他的那个 Membership 你怎样讲他极端的好 我个人 从之前到现在 我就觉得是个妖魔化 马华 马华从之前走的路线 都是没有什么动到马来人 或者伊斯兰克提 因为他整样都是在武统下面 所以讲他极端 我真的要不知道极端在哪里 除非他讲这两党 有在某些时候 坚持要某些东西 比如说UEC 比如说华语教育 这些 我不奇怪的 一定会真的 一定会坚持的 我不觉得这些东西 是当着极端 如果这些都当着极端的话 这样巫统所要坚持的东西 也是极端 这样谁不极端 每个人极端 所以我真的是 他说了那句话 我老师说 笑了两声 我就没有去理他了 因为太不合理了 他的说法 对 我们应该要把老马放下来 不应该再 不应该再关注他 那么他的时代真的是已经结束了 而且他没有好好的利用 欠载难逢的这个机会 选民给了他第二次的 这个担任首相的机会 然后他没有去珍惜 还把那个东西给搞砸了 所以不应该再花时间去谈老马 老马应该就让他安享晚年吧 毕竟他已经是96岁了 所以国家的东西 政治的东西 就不要让他老人家来操心 就让一些年轻的人来操心 所以这个是我想今晚的这个总结 那么刘伯 在结束之前 节目结束之前 你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应该没有补充了吧 已经超时太多了 OK 就到这里吧 OK好 谢谢大家今晚的陪同 要跟大家讲不好意思 这个我的耳机出了一些问题 所以现在用手机 所以那个效果不是这么好 好我们下个星期五再见 大家晚安 晚安 拜拜 OK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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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